它是不用綁的 站在這裡穿著它就可以出街了 不需要污下身 有兩個尺寸的 它的彈性是非常之好 它是不用污下身去穿鞋的 我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Hi 大家好 我是Iko 鞋帶可以怎樣綁呢 平常我也是會綁蝴蝶結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我這個鞋帶 它是不用綁的 它是非常之好 其實綁鞋帶呢 大人就真的沒什麼問題 反而是小朋友 尤其是我小朋友 他會出去打籃球 很多時候我們那些籃球球鞋 是需要綁鞋帶的 有時候跑一下 他們自己就會脫掉鞋帶 危險的事情就發生了 可能就會被對方踩到鞋帶 導致踢傷 甚至我覺得老人家 都是跟小朋友一樣 那麼重要 老人家穿球鞋 他們要污下身 他的腰相對上沒有我們年輕人那麼好的 出街的時候 可能他有時候會脫掉鞋帶 危險的事情又發生了 可能又會被街的人踩到他的鞋帶 然後令他踢傷 又或者他自己左腳踩右腳踩到鞋帶 又會踢傷 這個鞋帶呢 大家看到嗎 它是不需要綁的 對呀 它就這樣穿下去 就已經可以出街了 那老人家可以怎樣呢 就這樣穿出去 就已經站在那裡 穿著它就可以出街了 不需要污下身了 非常之方便 它其實是有兩個尺寸的 現在我手上這個 是短的尺寸 是給Kiss的 另外有一條很長 很長的這條 大家可以看看 長度是有些不同的 看到嗎 紅色這一條長一點 是給大人的 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鞋帶呢 以我自己為例 女生的腳是比較小的 我自己就穿34-35 而且也要看回 看你自己的鞋子 本身有多少個孔孔 例如我這樣 1 2 3 4 是4個孔孔的 建議大家選擇 如果漂亮的話 不用這條鞋帶那麼長 再放進去的時候 就要選Kiss了 男生的腳比較大 鞋子比較大 和孔孔比較多 就選擇長的款式 長太多 要怎樣算 其實也無所謂 就像我這樣 剛剛好 就敲它出來 其實也很漂亮 但如果真的很長 無疑當這個很長 你就可以 無疑當這個很長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裡面 放進去裡面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看看它的彈性 它的彈性非常之好 對 彈性非常之好 我現在這個款式 是全波型的 全波型的款式 全波型的優點是什麼 什麼叫全波型呢 就是我手上這個 整條都是波波的 整條都是波波 我自己覺得它比較適合 用於運動鞋 例如你去打籃球 或者行山 或者去跑步 那時候就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全波型 它可以在每一個孔孔裡 它是固定了 跑步的時候 它這個帶是會固定了 是不會令到鞋子容易鬆 反而它另外有一個 就不是全波型的 穿下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 是一個正常鞋帶的款式 到後面的時候 它才是波波的 那個我自己覺得 是比較適合 逛街的時候用的 逛街的時候用 它又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位置 因為它最後也會有波波 令到它可以鎖緊 穿鞋帶也有個小貼士 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穿鞋帶也有個小小巧妙 就是要先穿鞋子下去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不穿這樣穿 但是這樣會令到 待會你自己穿下去 就比較辛苦 所以穿鞋帶 無論是這條波波鞋帶 或者其他鞋帶也好 都是要穿鞋子下去才穿的 其實穿法跟普通鞋帶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中間穿起 兩邊要先平衡 然後就兩邊穿了 埋尾 所以我不是說 大家不要選一條太長的 女生我自己覺得 用Kiss就可以了 然後就已經完成了 搞定了 這個鞋帶我自己覺得有什麼方便呢 它是不用穿低身去穿鞋的 我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另外它都有很多顏色選擇 自己可以配搭你自己的鞋款 去選擇不同的鞋帶的款式 大家已經看到 我這樣就可以出街了 還有跑呢 它是不擔心 但不擔心 完全是會 鞋帶是會鬆了 你左腳踩到右腳的鞋帶 然後自己就會摸槍 所以這個鞋帶呢 我真的極力推介 跑的時候呢 它不會左腳踩到右腳 是不擔心會被自己的鞋帶踩到 也不擔心鞋帶的時候呢 會摸低身綁 或者會被其他路人踩到自己的鞋帶 希望大家喜歡這件產品 下次見 拜拜